网美清清近日被网路名人小商人爆料找金主包养 还牵扯出吸金诈骗等惊人内幕 她起初虽石头否认还晒出银行卡 房屋权状想要自证清白 不过小商人20日表示已经搜集25名被害人的证据提交给检方 清清也在晚间与IG公开道歉说年轻气盛急于一时 清清20日在现实动态中道歉 她表示买房子本是开心的事情 但确实因为年轻气盛急于一时而造成社会观感不佳 甚至因为担任公司行销 利用错误的行销方式导致公司名誉受损 我在这对所有大众及公司一级主管与员工 以及股东深感抱歉 本人深感歉意 因除了浪费媒体资源 也浪费社会以及司法资源 表示后续将配合司法调查 小商人19日就曾爆料 指出清清会出来抛头露面 高调炫富 就是为了做吸睛诈骗 以便让更多人投钱 透露自己手上已经掌握不少受害人的证据 讲包养是你还没成为邱太太之前 真的不要玩文字游戏 会自负其短 好处就是这样 在清清沉默一天后 小商人经20日 PO文 透露自己搜集了清清及疑似其丈夫秋南的相关诈骗证据 受害人有25名 目前已交给检调处理 也呼吁如果还有受害者欢迎向他检举 小商人也再度呛声说 就像清清所说的 要你们帮自己争取权益 所以不要在那边遮盖身份证发证年 有够无聊 我根本懒得理你 早说过我都有护证资料 我就等你离婚我再拍一次 对于清清的结婚证书是从何取得 小商人表示 是我用车马费跟他们亲人换的 因为我要确保资料正确 他指出护证资料不是从公家机关查询的 而是有了清清及秋南的个人资料 在利用公开的公家网站去输入比对 所以我敢咬死保证 我手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 不用阴谋论 我没那么厉害 单纯就是输人不输证 身为PTT 湘宁不能被看没有而已 我没那么厉害